在体育赛车领域里,自行车是一种快捷的工具,在日常使用和松弛散步的情况下是一种缓慢的交通工具,总的来说是一种健康的、愉快的、并有益于身体的体育活动。 对于一些长期骑自行车可能导致的疾病,只需要采取几项预防措施和保障手段。 在这方面,每个车手都知道,自行车做安至关重要。 符合人体的作安是解决避免骨盆驱摩擦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的理想措施。 作安,故此是影响自行车的性能最关键的部分。 正因此,SMP作安不断寻求符合人体的作安,设计研制能够帮助灌场骑自行车人预防骑车带来的疾病的作安。 SMP for Bike 系列今天是市场上最先进、性能最佳的产品。 从这系列的产品中,每个车手可以找到适合他需求的,能够更好地支持他获得体育高性能的,并有利于健康的最佳方案。 找到最合适的型号的作安之后,为了得到最佳效益,它的正确装配及调整也很重要。 因此,必须注意到以下几条关键参数。 作安平面和底部支架的距离。 作安尖端和车把之间的距离。 用水泡尺,保证起车位置完全平行。 作业转发射程中,观看起来的哈德鲫。 作业转发射程中,观看起来的。 作业转发射程中,观看起来的方向。 设计了一条小,观看起来。 作业转发射程中,观看起来的。 相转自转发射程中,观看起来的。 ��专专台中,观看起来的平行。 提起来的背景和将达尽程中,观看起来的。 经过来的今天事题。 这里其参数学会的。 这是在20节目中,观看起来的。 正确安装的SMP做安能够给你提供最大的舒适度及最大踏力 到此可能还不是座安的最终调整 但是在这调整基础上便可以进行第二个步骤 试车调整 上路试车可以允许车手根据他的实际使用需求来调节座安 需要小心上车后所登的第一步的感觉 车手必须试着在座安上前后仪式并试着改动车把的握法 以便允许在不同躯干倾向的情况下感受座安与骨盆的位置的舒适度 试车试了几公里路之后 便可以在原来座安调节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调整 这次可调整的是以下两个参数 一个是座安的倾斜度 座安的尖端可被降低20至25毫米或抬高10毫米 第二个是车把的距离 一般可再缩短8至10毫米 这些调节的目的是能够设定座安的圆弧度 和车手的座骨结合的合配 这便是获得车手人体坐势平衡 保证发展最大登力的前提 SMP 座安是今天市场上供应的最好的座安之一 在骑车运动里 即使用了最好的座安 也必须采用一些保护健康的措施 SMP 座安按照人体形态特地绘制 能帮助您保持全方面的和谐性